提什么负贞的 英雄贵旗发表一些波战党的言论 上次早餐事件内涵大陆 感觉他一点不在乎大陆市场 不明白到底入论你哪里 田富珍中国开唱招册魔王意大利面 陆广众无康人接连五玉金取消 田富珍被网友集体举报了 他参加天津音乐节观权 遭到了全体网友的托骂 田富珍在佩洛西防胎时 碰巧放了一张意大利面罩 然后田富珍就被封杀两年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举报 可见这一次 田富珍彻底惹怒了网友 那么网友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呢 主要原因是他触碰了我们国人的底线 对于这样的不良艺人必须封杀 田富珍不止一次 被指出立场有问题 还晒出不合时宜的文字 现在他感觉风头过了 就像没事人一样 又来到内地捞金了 也太小看我们国人的爱国心了吧 你不承认自己是内地人 最后回来内地捞金 真的是太可看自己了吧 天经文旅啊 我想问问你们啊 你们请那个田富珍过来 是怎么回事 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个人 曾经发表过一些 一场不明的言论吗 在这种大事大费灭钱 肯定是很容忍的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有些事情是永远过不去的 我不仅不会去看 还呼吁全国的朋友 一起来抵制他 他应该为曾经的言论来买单 我还记得佩洛西窜台那会儿 这位明星还在发表不当言论 他发了一张吃面的图片 文字内容极富挑衅味道 不用打肿脸 午觉睡醒来就是肿脸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 赤裸裸的挑衅 2015年曾被黄安举报 台独的卢广仲 原本5月出席北京草莓音乐节 也在今天被取消 吴康人嘴莫名 原本两部电影复督青年 胆缘人长久 原定近日在北京电影节上映 却以拷贝损坏位又突然遭取消 连带两场迎人活动也告吹 不明白 到底入伦里哪里